这一刻紧紧紧的抱着我 在哼那首我喜欢的歌 可惜远返注定这样的结果 不是谁的错 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 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 最后老去枯萎 只有寂寞 紧紧的陪着我 有点舍不得心里好难过 眼中的泪悄悄的滑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那个我 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 有点舍不得心里好难过 孤单的夜晚无处闪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你和我 一切却肯花开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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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去了有什么用 大夫一直在码头待着呢 说不准现在你接到人 夫人 都想着那个打开 嫌疑 好 我走 你是不是 你会把你放在这所有中心里 我把你放在这儿 找到这儿 小心 扶到这个项目 你觉得哪有事 你懂得任何人 到我 帮你 我估计 也该快回来了 六爷 你看 哥 你终于回来了 六爷 我们回来了 兄弟 见过六爷 是他让我们去救你的 六爷 你好 他让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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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心了 韩少爷 我不是什么少爷 叶子 你不是有话要跟邱长说吗 走吧 哥 走 喂 喂 妈 敏凯 你现在在哪儿啊 妈 你别急 妈 你先别急 你听我说 我没事 我出了一点小意外 现在不用担心了 我没事 我现在 我现在在一个朋友家里很安全的 明天赶回去 好了 好了 有什么回来再说吧 好吗 好好好 等你回来再说 妈妈等你啊 拜拜 让我说几句 挂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 说了点小意外 明天一早就会回来了 还说什么了 还说 拜拜 哥 这几个月 我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只是知道你犯了事被抓了 我一直都很想去看你 可是我爸什么都不告诉我 两个爷也是为了你好 那他们要枪毙你的时候 你害怕了吗 怕 是啊 又有谁不怕死呢 哥 我爸已经把高叔叔的事全告诉我了 你也别太难过 要不然 他的在天之灵会不安的 现在 他把这种不安留给了我 你看 你把那种不安定的 我杛费在那里 什么事情 你不要 就按下来 折下来 有其他事 你就 Shell 你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 送消息的人回来说 高江虽然死了 可明阳少爷还活着 他在哪儿 在哪儿 应该在上海 犯了点事 进了大狱 好 老爷 你可一定要停着 我这就派人 再接着去打打消息 这孩子 生起来的时候 我给他送过命 那先生说 他是金锤鸣 哪怕是天塌地陷 他也能死出生 所以跟我说 努力 你 把柄 闭莫直言给我准备好 老爷 您这是 李一卓 是我谭景然的儿子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 会堂堂正正踏进谭家的家门 来着怎么不进来呢 我正在等你 你说过 是谭家逼死了我的养父 为什么还让我去救谭明凯 二十五年前 你的亲生母亲朱秋月 和你的养父高江 他们是一对青梅中邦的恋人 就在他们要澄清的时候 谭景然他看上了你的母亲朱秋月 他用高江的性命 逼迫你母亲嫁给他做笑 等到谭景然的正方太太 谭夫人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朱秋月 跟谭夫人两个人同时有云再生 这很快的 朱秋月跟谭夫人分别产下两个儿子 一个是谭明凯 另外一个就是你 你谁说 没有 你跟谭明凯是同父一母的亲兄弟 怎么会这样的 谭景然他把所有的爱啊 都放在朱秋月身上 他甚至想修掉谭夫人 明媚证据朱秋月 所以就导致了你跟你母亲 成为谭夫人诛杀的对象 我的母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小心 孩子 进边走 朱秋月 我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 你猜得没错 这是我的孩子 今天我要带着他们 太太 我求求你了 放我们走啊 不可能 你生下的是个野种 我要你还我一个亲子 可如果是那样的话 孩子就没命了 没命了呀 太太 那我和我儿子呢 那爷会为你要修了我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女人 都是母亲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高江和我的孩子 我跟你之间老爷好吗 你们应该知道谭家的规矩 你们这边让谭家蒙羞的狗男女 还有这个野宠 都该晨堂处死 都该下地 我求你了 别这样 给我收 收 给我收 你快走 快走啊你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你别抓起来 抓起来 快 快 快 抓起来 抓起来 住手 别动 住手 别动 我杀了他杀了他 住手 放开 放开他 秋月 罗长 你快走 我要你一起走 秋月 你快走啊 否则孩子就没命了 快走啊 快走 走啊 快走 别别别 别出来 谢谢你放了我的孩子 我会用我的命来还他 我还给你 我 我 快走 你 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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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我 没事的 没事的 高江没能救出你的母亲 当她把你抱走的时候 她答应朱秋月 让你永远不再回到谭家 可是谭夫人 她也因为没能赶尽杀绝 所以只要你们活着 对于谭夫人来讲 都是心头大患 当高江他知道 谭家的人 四处在找寻你们的时候 他就找到了我 要我给你盖头换面 盖头换面 顶包大牢 潘死刑 这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我相信谭家的人 他很快地就可以在 大牢执行枪决死亡名单上 查到谭明阳这个名字 既然我是谭明阳 那我就要堂堂正正地 走进谭家的大门 二十五年啊 二十五年的时间 足以让谭夫人去磨掉一个真相啊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本来就只有一两个 各个光大家都知道 你是朱秋月跟高江的私人子 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 即使你活着也只是一个苟且偷生的野种 你还能堂堂正正地走进谭家吗 你要什么什么都不做 那不是才叫苟且偷生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你亲自去营救谭明阳的原因 我就是要把你重新送进谭家 我就是要把你重新送进谭家 这也是我对高江最后的承诺 这也是我对高江最后的承诺 我想问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被人绑架 这上海滩啊 很难有我叶岸山不知道的事 陈叔 你父亲谭吉然 早年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 知道你被绑架 怎能不救你呢 谢谢 我不用客气 赶紧打个电话回去给你母亲报平安 他一定记坏了 对 你们怎么可以杀人呢 我已经逃出来 我已经没事了 你们为什么要杀人 哪有那么多问题 万法烦 上车 怎么办 昨天晚上没睡好 不是没睡好 是没睡 还在想昨天的事情 昨天我跟那些绑匪打了个毒 说如果他们赢了就可以拿钱走人 如果我赢了 他们就得死 我真的没有想过会要他们的命啊 毕竟都是人命 这样不公平 那这死的那个是你 我想那个绑匪 不会觉得不公平 ��고 也不承認 j to 你 不要 我 还是 我 不 我 你 这 他 你 你 他 他 是 这 你 我 你 他 她 有 不应该有暴力 不应该有血腥 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平等不是靠脆说的 是要用命拼回来的 当然了 你从小生活在温室里头 享受着阳光温暖 你体会不到这些 狐华掩盖着乱世 这就是世界的真相 懂吗 我的家乡不是这样 你没有去过乌茶阵 在我的记忆里面 那里的人们 每个人都目光慈祥 心灵纯净 马上就要回去 希望乌茶阵 不会给你带来失望 也许你说得没错 但是我相信在黑暗里面 总有一缕阳光 照进每个人的心里面 真是乐观 车票我已经买好了 我会送你回去 免得了解你心里的 不是阳光 是子弹 你叫什么名字 高丘了 大夫 我让你盯的黄玫瑰 都拿回来了吗 都送来了 只是夫人那边 摆上 都给我摆上 好 好 夫人 我正要去找您呢 你看 黄玫瑰 我正要去找您 好看吗 这个院子 荒废得太久了 老爷 你忽然神清气爽 是不是你知道 明凯快要回来了 明凯是你的儿子 神清气爽的应该是你 你的病是好了 还是病更重了 你说呢 你该吃药了 我告诉你吧 我吃了一剂 能让我起死灰生的灵丹妙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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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老爷已然这样了 他想干什么 就让他干什么呗 您呐 别气坏身子 回头啊 我让人把那些花儿草的 全给清出去 清得出去吗 那些花在他心里 早已经开变了 我奇怪 老爷的灵丹妙药 到底是什么 老爷的灵丹妙药 老爷兴趣是 回光返照 不 是有人在作祟 老爷 让他们下去吧 我有话跟你说 是 是 夫人 您有什么吩咐 就召唤 您何必要亲自来 我们这些下人住的地方 别脏了您的脚 可你们这些下人 你 却偏偏喜欢 往那不该跑的地方去 不认 老奴一对 请父母 嗨 请不吝点赞 人 和声 还 您 还 您 您 一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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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月的夜中 又下落了 对吗 夫人 我跟老爷情同手足啊 过去的事情 老奴无权评判他的是非 我是瞧着老爷念子心切 这才 是吧 我全才对 好 好 告诉我们一定 你还是现在在哪儿 这 老爷 夫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咱俩呢 又都是在同一宅子里伺候主人的 我可不想 这辈子见不着你了 我 我是找到那个孩子的下落 可 可他已经 可他已经 没了 确定 确定 我 我派去的人 终于在上海的小弄堂里找到了高江 他说 他说明阳少爷杀人越货 就出了 他说明阳少爷 他说明阳少爷 把他埋在乱葬岗了 你说的都是真的 这事 你跟老爷提起过吗 老爷坚信 明阳少爷还活着 就是因为有这口气顶着 他才能多活两天 我怎么忍心告诉他这些 起来吧 我妈从来没见过我穿成这样 他看他肯定吓一跳 这么穿安全一点 我们再有两个小时 应该就到 您看 你有什么愿意 暗中 你应该是 你不要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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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到大 我爸是忠葵 我是小鬼 虽然我是唐家唯一的孩子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爸对我笑过 从来没有感受过 所谓的父爱 看到的只有冷漠 严厉 还有莫名其妙的忧伤 忧伤 他那种情绪我琢磨了很多年 有时候我想可能是 我一直做的 不能让他满意吧 真的很想知道在他心目中的好孩子 应该是什么样 这次我回来 是我妈给我发了电报 说我父亲快不行了 这样我更怕看见他 因为虽然他不爱我 但我还是很爱他 你很想要他 我一样 我一样 你不想要他 可以 我一样 我一样 你也不想要他 你很想要他 然后他在这儿 不过 我也有一个请求 说 明凯少爷就要回来了 我想看他一眼再走 怎么 你也会关心明凯 既然老陆已经是要走的人 我就给您说几句掏心窝的话 这么多年了 老爷因为朱秋月的死记恨你 可他从没有记恨过明凯少爷 老爷是不想让您瞧见 他有多心疼那个孩子 你知道吗 明凯少爷从小到大 老爷总是让我去陪着他玩 瞧着他 照顾他 然后老爷会让我 把明凯少爷的一举一动 一次一句的再告诉他 老爷是打心理 成明凯少爷 何一样 но 哪一ğlum 是 明凯少爷 明凯少爷 这两句话 我还有一次 要不需要 说明凯少爷 你半个词 夫人 这事要跟老爷说吗 那得要看他怎么对待我儿子 我的意思是 不管怎么样 明凯少爷 真的已经是 谭家唯一的继承人 那孩子 可也真是命保浮潜的 他压根就不该来到这试试 试试 俊朗 你要把谭少爷 安全地送回谭家 对不起你的是谭家 可是毕竟谭恋人是你的亲人父亲 这可能是你跟他相见的第一面 也有可能是最后一面 好吧 我知道了 你呢 爸 我跟你正好相反 我从小没有母亲 我父亲把能给我的一切都给我 然后 他走 对不起 他 你在找什么 废话 我当然找钱呢 你又输了 呸 你能不能说点好话 好像我从来没赢过一样 娘 您能不能别赌了 我赌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你说咱们家这么些口子的人 吃喝拉撒没点不要钱呢 我赌不就是挣钱吗 这什么东西 肯定是你爹藏的 你给我 这 这什么 这里什么东西 那里面是我亲娘留下的遗物 您别碰这个 给我吧 要啊 行 拿钱来换 给我钱 我就把这个给你 好啊 你个死丫头 你还是藏了这么多钱 你背着我攒四方钱是不是 我今天要不跟你要的话 你就不拿出来了是吧 你说是不是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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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家大小姐来了 来找如意啊 对啊 这不嘛 我跟如意啊 正在屋里说着贴体的话呢 你说我让他在家休息 他非要出去卖茶糕 你说 哎呦 这大热天的 我都心疼他 没意啊 如意他过得好不好 我心里很清楚 您啊 还是别心疼他了 思路 是是 我知道 你们这小姐妹俩 要说说 呃 乔乔话是吧 那我不打扰 我去忙了啊 你 你带着玩 忙什么呀 忙着赌钱是吧 如意 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你看你来的时候 满脸幸福 我看是你们谈家少爷 有惊无险吧 他从上海打电话来 说今天就回来了 走 陪我去码头等他 你们两个见面 我去干什么 我有点紧张 你就陪我去嘛 求你了 我不去了 我还要去卖茶糕呢 我娘把我钱都拿走了 那正好去码头卖啊 大不了我抱怨 怎么 明凯还没有回来 我叫大夫去接他了 你怎么没去 竟然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记恨我 但明凯毕竟是你的儿子 看着他的分事 让你记得过去吧 你在求我 对 我在求你 怎么 你也会害怕 对了 整天嘴里念佛 心里去装着鬼的人 能不害怕吗 是吗 竟然 朱秋玉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 可我活着 对一个女人来说 有什么比自己的丈夫 让她守了二十多年的火寡 更残念的 如果你对那个女人 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那我对你也一样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安慰吗 哪怕是可怜 我的心已经死了 你让我拿什么给你 你怎么伤我我都认 但我最后一次求你 如果你爱你 就什么都别告诉她 给她一个干净的家 看你都花痴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你要和谁初见啊 你不花痴啊 我知道是谁 老五 老五 他对你多好啊 服服帖帖做牛做马 每天黄包车车接车送 这不是爱是什么 姐 到了 老五对我是很好 但是啊 他这个不叫爱情 那你白马王子长什么样子啊 我也不知道呢 但是我相信老天爷一定已经安排好了 不如这样吧 谁捡到我这块手卷 谁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那你可要把他收好了 万一让老五捡了车呢 那我就嫁给老五 你说的啊 五湖灯板 怎么着 你当我没坐过车 别人坐三个灯板那家五湖灯板 是 去别的地儿三个 来这儿就五个 有 陈老板 我已经来了 李雕琪 这儿有我 您没给钱呢 爷 小兄弟 凭什么别人给三个 你就得给五个了 因为我就讨厌人赌博 赌博就得惩罚 脑子有病吧 告诉你 这赌场有爷爷一半的股份 你说罚多少吧 五个 五个 冲你这憨劲 也给你十个 等会儿 赶紧 有骨气 红小姐 魏大叔 这么早就来了 明侃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只能守住戴兔了 用词不当啊 这话我听懂了 就是在等咱们家少爷 对吧 要不这么着 您哪 也别光在这后场 我估计着 这船马上也得到了 要不咱们上两个等下 好啊 不过 好啊 你去吧 有人陪你的话也不会紧交了 嗯 加油 走 哎 您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呢 是不是 行了 你再让我进去 给您翻本去 您呢 就把我当个屁放了 老子就是因为 能剁你一个人手指 才跟你赌赌 杀我呢 我最恨就是 敢投不敢认的 安住 走 不行了 过来 童大爷 童大爷 你还玩真的 别别呀 救命啊 救 老吴 老吴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梅姨你看看 我早跟你说了 再堵这手都没了 老吴 大婶 我说话算数 就一道 这位爷 您说就一道是吧 老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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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救了我一人 你还有良心呢 要不然 如意也不会咬过您的 你们是如意什么人 啊 我是如意他娘啊 他他 他是谁我不想知道 我只想知道 你是不是喜欢如意 卖茶糕了 卖茶糕 你们 卖茶糕了 卖茶糕 卖茶糕了 都这么久了 敏凯怎么还没回来啊 小姐 你放心 少爷今天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要让敏凯 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我 对不起 你没事吧 这一刻紧紧紧的抱着我 再哼那首我喜欢的歌 可惜远方注定这样的结果 不是谁的错 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 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 对不起 最后老去枯萎 只有寂寞 这是什么 好香啊 谢谢阿高 多少钱 没关系啊 这东西我送你的 其中有出门在外的时候 过去你和我 一起去看 那条花梦 谢谢 谢谢 请 请 请 敏凯 尹凯 上车了 严伯伯 少爷 终于看到你了 少爷回来了 太太 少爷回来了 敏凯 妈 敏凯 妈 你终于回来了 担心死妈了 妈 你不用担心 我没事的 好 婆婆 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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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您怎么回来了 不是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我们俩可一直在码头等您呢 是啊 你回来不告诉我 急死了 你知不知道 急死我了 疼 轻点 你呀 还跟小时候一样 思维一点逻辑都没有 就算我不告诉你 你不也见到我了吗 真是的 爸 爸 儿子不孝 让您担心了 回来就好 回来了 你母亲的心 就落地了 我 点凯 闭上了眼睛 听风在呼吸 仿佛昨天在眼前 从不曾离去 思念在逃离 回忆那么清晰 恍然之后才发现 赢了世界却丢了自己 是我错怪了你 屏幕遮住了眼睛 落花时间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绝不见踪影 是我错怪了你 买世无力看风景 落尽烟雨中聚散何方里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是我错怪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落花时间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绝不见踪影 是我错怪了你 乱世无力看风景 落花时间虽然那么美丽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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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处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蔻随了 discussi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